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说起来那个东安湖体育公园的主体育场 在6月15日晚上可是热闹非凡,一片灯火辉煌 那瓦,可不是普通的瓦 是周深929HC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成都站的大日子 那场面,真是不得了 吸引了金丝万名音乐狂热粉丝的疯狂追捧 这个周深,年轻有为的音乐才子 凭借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精湛的演唱实力 一开口就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观众们,那是一个接一个的喝彩 掌声,尖叫声此起彼伏 仿佛整个体育场都要被掀翻了 虽然午后的大鱼让体育场一度显得有些冷气 但随着天气逐渐放晴 观众们的热情可是一点都没减 主办方的周到安排 真的是让人竖大拇指 每个座位上都配备了家后的雨衣 还有一栋卫生间和免费公共交通服务 这可真是考虑周到 就这样,即使天气在恶劣 主体育场依旧坐无叙席 可见大家对周深演唱会的期待有多高 周深的演唱会,那可真不是盖的 一开始,他就以《庆余年儿》的片尾曲 接过一下拉开了序幕 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精彩演唱 他的最新专辑《反身袋子里的圣楼》 《警报》、《少管我等歌曲》 那是一个接一个的唱 每一首都充满了情感 仿佛带着观众们进入了一个独特的音乐世界 还有那些广受欢迎的经典歌曲 比如《迎刃》、《人世》、《时间之海》 以及《化身孤岛的经》 周深都深情演绎 让人感受到了他音乐的深度和广度 演唱会的舞台设计 那真的是降薪毒运 以生命是一颗长满可能的树为主题 舞台就像一颗生命之树 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 不仅美化了舞台视觉 还象征着周深对音乐的无限热爱 和对梦想的职责追求 在休息时间 周深还用他那轻松幽默的四川话 跟观众们互动 那气氛可是欢快的不得了 大家都觉得特别亲切 特别热情 在《成都站》的演唱会中 周深不仅凭借着乐的音乐才华 证明了自己是中国90后重要的音乐新实力 更通过亲切的互动 让每一位歌迷深刻感受到了 他的真诚和热情 特别是他跟一位13岁小歌迷的对话 真的是增添了许多温情的瞬间 让人看到了他与歌迷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 而且 在演唱会中他不仅演绎了新曲人士 还特意感谢了歌手孙楠对这首歌的翻唱 表达了对前辈的敬意和感激 这一举动让整个场馆都洋溢着温馨和敬仰的氛围 周深的《成都演唱会》 那可真是高潮迭起 精彩分成 不仅有悦耳的歌声让人陶醉其中 还有精彩的魔术表演让人眼前一亮 哎呦喂 这可真是全面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 据记者杜恩胡报道说 现场的舞美和音响设备那可都是世界顶级的水平 尤金嫂和张小年亲自监督的音响效果 确保了每位观众都能享受到一场极致的听觉盛宴 那宽幅的LED屏幕和精心设计的舞台 更是增强了整体的视觉冲击效果 仿佛将观众们带入了一场前所谓有的是听盛宴当中去了 演唱会的圆满成功 不仅体现在技术和组织层面上的完美呈现 更在宇宙深与观众们之间深度互动的情感交流 他在舞台上不仅仅是在表演 更是在跟观众们进行心与心的对话 尤其是在演唱会接近尾声的时候 他表达了对成都观众们的深深感激之情 并向四面八方的观众们鞠躬之谢 这种感恩的姿态真的是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他的真心和诚意 此次成都演唱会无疑成为了周深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也是他对成都音乐舞台做出的一份宝贵贡献 说到周深在成都的这场演唱会 那可真是炸裂了整个山城的夜晚 简直就是一场试听盛宴啊 你想想 周深那声音 清澈如泉水 细腻如丝绒 每次开嗓都能让人心头一颤 这次在重庆 他更是火力全开 每一首歌都唱得深情款款 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现场的观众们 一个个都被他的歌声给迷住了 整个体育馆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 每个人都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 不愿醒来 但是 让所有人都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场演唱会的帮唱嘉宾竟然请来了500老师 这消息一出 网友们纳叫一个震惊 纷纷表示 这组合 绝了 500老师的摇滚精神和周深的天籁之音 这俩人要是同台 那得是怎样的化学反应啊 果不其然 当500老师一开口 那熟悉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 要知道 500老师的歌曲 那可是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每一首都承载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当周深和500老师合作演唱的时候 现场就像是被一股强大的能量波所包围 每个人都被这种跨时代的音乐碰撞给震撼到了 你听 那一句句歌词 伴随着周深温柔的嗓音和500老师独特的摇滚腔调 就像是在讲述着不同年代的故事 却又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观众们 无论年龄大小 都跟着节奏摇摆起来 那一刻 整个体育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合唱团 上万人的声音汇聚成了一股洪流 那场面 那氛围 简直太震撼了 而且 你知道吗 当他们唱起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时 现场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你瞅瞅 那些平时可能不太关注流行音乐的大爷大妈们 此刻也都跟着哼唱起来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年轻人呢 更是激动得不行 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刻 发朋友圈炫耀 我在现场 我见证了历史 这场景 这画面 真是太美了 美得让人想哭 这场演唱会 不仅仅是周深和500老师的音乐盛演 更是所有人共同创造的美好回忆 它证明了音乐的力量 能够跨越年龄 地域和文化的界限 将人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周深和500老师的这次合作 无疑是音乐界的一大家话 让人看到了不同音乐风格之间的无限可能性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周深和500老师还会带给乐迷们更多的惊喜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总之 周深重庆演唱会的这场音乐狂欢 不仅是对音乐的致敬 也是对生活的热爱 他告诉我们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心中有爱 有梦想 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而周深和500老师的这次跨界合作 更是让人看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 它能够打破一切隔阂 让全世界的人们在同一片星空下 共享这份美好 咱们就一起期待吧 期待未来还有更多这样美妙的音乐时刻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彩 更加充满希望 看着这张画面 你是不是也被深深地震撼了 周深与500在重庆演唱会的舞台上 两人面对面站立 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们静止了 周深那情车如湖水般的眼神望向500 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而500则微笑着回应 两人之间的默契无需多言 一切静在不严重 他们的声音交汇在一起 就像是两条不同河流 最终会入同一片海洋 激起了层层叠叠的波澜 美得让人心醉 背景中 绚丽的灯光如同繁星点点 照亮了整个舞台 也照亮了每一位观众的脸庞 你瞧 那些热情的观众们 他们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 跟随着旋律轻轻摇摆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当周深和500的歌声响起 整个体育馆瞬间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上万人的大合唱 那声音 那气势 足以穿透云霄 直达心灵深处 这一幕 不仅定格了周深和500合作的精彩瞬间 更记录下了音乐带给人们的 无惊欢愣和感动 他告诉我们 音乐没有界限 它可以连接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在共同的旋律中找到共鸣 感受到彼此的温暖 周深与500的合作 就像是音乐世界里的一次奇妙邂逅 让人看到了不同音乐风格之间的交融与碰撞 也让人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 咱们再次为周深和500鼓掌 为他们在这场演唱会中的精彩表现点赞 同时 以期待着他们未来能有更多机会合作 无论是继续在舞台上创造更多美妙的瞬间 还是尝试更多音乐上的创新与探索 相信他们都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毕竟 像周深和500这样的音乐人 不仅有着卓越的音乐才华 更有着那份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梦想的坚持 这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咱们也要感谢音乐 它不仅给了周深和500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 更让我们有机会见证了一场又一场音乐的奇迹 在这条充满音乐的道路上 无论是周深、500还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你我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都能在音乐的世界里自由飞翔 追逐梦想 加油 让我们一起期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 周深、500以及所有热爱音乐的人们 都能继续成风破浪 勇往直前 为我们带来更多令人难忘的音乐瞬间和故事 音乐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更加充满希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金赞时代电影大事件 敬请关注哦 请关注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